大家發財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幫老船長一個忙就好 今天星期三 大家趕快去網路 還有YouTube 去看一下哪一些投顧老師 在講面板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把他名字記下來 對不對 你去看他昨天的視頻就好 就昨天喔 完全沒有講面板 今天面板大漲 他們就開始要拿出來騙 來招收會員 而他的會員根本沒有買 如果很不幸的 你是他的會員 我只能說你心甘情願選擇旁門左道 把錢交給大魔頭 明白意思嗎 好 那我們講別人 我們自己怎麼做 大家就去看我昨天星期二的視頻 我昨天坐在這邊我說 最快就是明天面板中長紅 突破 如果我沒有講每一個觀眾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這樣還不夠 在七月底的時候 我節目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我怎麼樣 三天的節目 再加上我是禮拜四再重播給你看 我說過看到你吐 你吐 否則你耍賴 也就是說 我在七月底的時候 跟你們說 快一點 要來不及了 面板要怎麼樣 要長一個大波段 外資法人看翻倍啊 我也沒有講 我並且把這些證據拿給你們看 然後呢 我等會兒會再講一次 為了瞎的謎 老船長有我自己獨到的見解 為什麼面板 他是有機會長一倍 而且我說過了 這樣子你的仇都報了 老船長你真的有講 但是我們就是不相信 好 我也沒有要你相信 因為我的節目是做給 智商高的人看的 這樣明白嗎 一定會有人看我的節目 智商比較低的 那沒辦法我救不了 對不對 我收會員的品質 也是有所要求的 所以我的節目 不會去討好人 我也不會去騙人 今天長什麼講什麼 那種我不會 我也不會帶你 去買一些小股票 主力要出貨的 跟頭顧老師配合 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股票 哇 長好高 就一反轉坑殺 你們現在全部都套在裡面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或者是怎麼樣 你相信大魔頭 你把所有的錢 都跑去買鋼鐵 買航運的 那個是我叫你們母湯的 對不對 我叫你們把所有的資金 全部壓一檔面板 你高興壓哪一檔 反正有三檔讓你選 我沒有意見 我叫你全壓就對了 因為面板的景氣 不是只有看到今年 明年都不是 是看到2023 等一下我會再重新講一次 為了死了謎 這不能亂講話 要有證據的 你們要報仇的人就趕快 不要每一次都過了火車已經過了 在那噴鼻鼻鼻啊 幹什麼有什麼意義 老船長真的耶 那還來得及嗎 當然來得及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這麼樣看好面板 是因為在三個月以前 面板那時候大漲有沒有 我們大賺兩波 所有會員都怎麼樣 賺翻 為了下列明 因為我做股票是這樣 我都是請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壓一檔 全國投顧業 所有分析師 只有我一個人 這麼做 有第二位我退出投顧業 我講過很多次了 我節目內容所言說謊不實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跟你們沒有關係喔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跟大家是玩真的 你看有多少人講航運 講到會員血流成河 講鋼鐵 輸到翻 套到怎麼樣死 還在騙 電子股都不行啦 對不對 結果呢 事實證明 電子股也沒有說多行 但是呢 老船長講的 果然大漲 但是我告訴你 這邊只是剛剛開始喔 Just beginning 你不要 錯過了一開始 因為人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發現 老船長講真心話 你不要介意 如果你有這樣的感受的話 我真的是 希望你能夠好 就是說很多的人喔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很多的人喔 他很窮 或者是他覺得他錢不夠 不夠用 他雖然有一點錢 但是距離很有錢的人 還有很大段的距離 然後呢 他會認為喔 是社會上很多的現象 很多的人害他這樣子 才造成他今天這樣的結果 而他自己是完全不用負任任的 你周圍有沒有這樣的人 包括你自己 我告訴你 這樣的窮人 是不會翻身的 一個人一定要怎麼樣 去檢討自己 為什麼谷海老船長神預言 說八月漲面板 我有沒有講 你自己摸著良心講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說八月漲面板 第一天就開始漲 後面你就知道 然後我昨天坐在這邊 我就說那一些投顧的分析師 或者是什麼 專業機構的分析師 有沒有 在那邊發文啊 發言說什麼面板啊 有什麼什麼利空啊 那些人都是出來害人的 我昨天還特別解釋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講 因為他們心裡面很不平嘛 他們過去三個月被面板搞死了嘛 所以他當然罵面板啊 可是我 獨牌眾議我說 不要聽那些二百五分析師的 我昨天有沒有講 我說你們要 不相信谷海老船長 因為我是一個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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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師 對 老船長你是 沒關係嘛 我無所謂嘛 但是 你不相信谷海老船長 你只要相信 彭雙浪董事長吧 我有說嗎 老船長你的確有講喔 對啊 人家面板業熬了十年以上 熬出頭了 出陶廳了 你們看衰小朋友 那我就叫一下 老船長就叫一下好了 這三個月來 你的面板輸死了 跟谷海老船長有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 這邊我們做兩大波段 轉到翻過來 然後呢 注意聽 這幾天我叫你們趕快上車 全部資金只能壓一檔 把大魔頭帶你買的航運鋼鐵全部賣掉 用面板來幫你報仇 我也沒有講 然後我昨天預告 我說最快明天中長紅 告訴你喔 告訴你喔 今天底部報大量 看好喔 看好沒有 導播字拿掉 底部報大量 你技術分析怎麼學的 老船長 底部報大量喔 哇 阻力進場啊 鎖碼對不對 這個後面會飆 對 然後呢 你看戲啊 你今天就一直看著它漲上去 然後漲停板鎖起來的時候 群創跟彩晶都鎖了嘛 但是以價位來講 友達是最高的 畢竟它在面板這一塊 應該我覺得是領先的地位 等一下我還會繼續講 當然都好 因為我那時候跟你們說 你們就要全部重壓面板 我說你要壓哪一檔 隨便你 我只是告訴你們說 我們壓什麼 好來聽好 我所有會員都在看我的節目 我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在七月份只壓一檔 我們全部都買進友達 那如果我說謊不實 有第二檔股票 每一個會員賠 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中華民國投顧業 只有我做得到 今天會有很多的投顧老師 跑出來蹭 蹭你聽得懂嗎 在講面板 那為什麼好 還要你來講啊 要不要臉啊 你們去看他們昨天的視頻 完全都沒有講 這些人就是怎麼樣 專門出來騙會員的 每天就是招收會員 會員有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我直接告訴你們 不是實在航運 就是實在鋼鐵 要不然就實在怎麼樣 那些小股票 莫名其妙 什麼電子股有沒有 那個 去看股本都很小 只有幾億的 標很高 那個都是假的 那個量都是主力做出來的 目的就是跟投顧老師配合 然後怎麼樣 出貨給 他的會員 還要怎麼樣 觀眾 你想想看 你今天要 開名車住豪宅 名車至少要雙B以上吧 幾百萬起跳 或是你買千萬超跑 難道你去買那小股票 只能買五張十張 買多了出不掉 因為主力會算籌碼 所以那種都是表演的 你真正要買的 那不要講住豪宅了 像我特別會員面板股 我就叫他們買一千張起跳 我很多特別會員是 買面板股是一千張起跳 光今天盤中就賺超過兩百萬 那個會費便宜到要死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都想要調升會費 有時候想想算了 老船長也不缺錢 我來這邊做 有時候是做公德的 做公益的 人家拼命每天在做生意有沒有 然後每天在騙 你去參加根本什麼都沒有 叫了幾十支股票 今天全面 頭顧老師中華民國 頭顧老師都出來講面板好了 昨天只有我一個人講 而且我神預告 今天最快就是中長紅 然後我們是所有資金只壓一檔 所以如果今天漲10%就是賺10% 你聽得懂嗎 你的老師叫了幾十支股票 今天可能快漲停追進去 想說怎麼樣 收盤之後的節目要表演 他要講說他的會員有面板 你們一聽真的有面板 他怎麼樣 他敢在節目上這樣講 對啊 他會員買漲停附近的 而且是怎麼樣 前面還有幾十支沒有解套 那種都假苛訊 你如果參加投顧跟這種老師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走向歸零高之路 我沒有說你一定要來 跟谷海老船長 我是好心告訴你們 你們是怎麼樣被人家騙死的 懂嗎 那當然我要恭喜我所有的會員 你們因為喜歡開大門走正路 跟正派的谷海老船長 我相信時間久了 你們會有機會開名車住豪宅的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告訴你 為什麼面板股真的有機會翻倍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會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大家看我的測標 分析人人會啊 是不是 阿貓阿狗啊 網路上很多 沒有分析師陣造的 出來詐騙的很多啊 不生美局啊 在家裡面自己錄個節目 PO到網上 說自己是大師的 很多啊 分析人人會啊 為什麼你們這麼 看了這麼多年的節目 聽了這麼多的分析 你們還是那麼窮 因為怎麼樣 全壓只有我 只有我的會員大賺 真正的賺 不然你請你的老師講一次 說他所有會員所有資金 只有一檔股票 叫做面板 而且是買在底部 七月底就買好 有 我谷海老船長明天退出投顧業 所以你們是成年人了 不要再繼續做豬腦袋了 可不可以 不要每天只會怪頭顧老師騙你 我在這邊拼命破解 就是怕你們怎麼樣 被坑 錢輸光了 我不是說擔心你們去參加 他們的會員 然後沒有來參加我的 我講很多次了 我不缺錢 你來不來隨便 我無所謂 有來的智商高 冰雪聰明 賺得多 應該的 市場上本來就是豬腦袋 會這個投資人應該被宰 這很合情合理 對不對 那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那全市場有誰 只有我們 所以開句玩笑話 老船長 尊重你叫什麼名 我叫第一名 我叫什麼名 合理吧 那你看我告訴你們 為什麼有機會翻倍 這一張不陌生吧 老船長這一張好熟悉 我們好恨喔 為什麼沒有聽你的 對 2023 看到2023 法人喊43 不是我老船長喊的 老船長沒有資格喊 政府規定的 好 EPS2023挑戰8塊 其實是8.2啦 這邊有 來導播 8.2 明年7.7 今年7.1 你的老師帶你買的那些 阿薩布魯的股票 莫名其妙的小股票 現在跌下來跌死了 你出不掉了 我可以告訴你 他也不敢喊叫出 因為 第一個他一叫出 跌停板 第二個 阻力可能有跟他掛鉤嘛 他私底下拿錢嘛 你會員喊的話 我給你多少錢呢 反正是死會員 你懂嗎 收會員 賺會費也可以啊 拿阻力的張錢 也是一樣啊 以前有阻力找過我啊 我根本連理都懶得理啊 那怎麼樣 賺那些骯髒錢 睡得著嗎 所以我跟你們講 你只要參加投顧 你發現你的老師叫一堆股票的 你就是怎麼樣 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你明白嗎 我給你保證 你現在還是 套得一塌糊塗啦 虧得半死啊 哪裡像我的會員啊 講航運股 我們最後一次做航運股 兩天19% 也是所有資金 所有會員只押一檔長榮 賣在第二天的漲停數 老船長你隨便講 我會員 我每一個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只要我說謊 你的老師敢嗎 全國有人這樣講 我退出啦 都是在拼命說 你來找我啦 我幫你解套 他自己會員已經血流成河了 他知道你不是他會員 還很好騙對不對 病急亂投醫嘛 你們就喜歡 請貴拿油堂嘛 就去了 然後掛掉 或是聽人家講 鋼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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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怎麼樣 還鋼鐵嗎 鋼鐵有漲嗎 今天全市場都面板了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只有我的會員最幸福 扎扎實實的賺 我這次一定要讓我的會員 賺到翻過來 現在重要的來了 你注意聽好 第一個 友達這樣子 大漲上來 這中間都有怎麼樣 押回的時候 所以 你要操作面板股 你要來找谷海老船長 我話先講在前面 那簡單我來做面板就好了 好 這麼簡單 請問一下 訪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麼簡單 你現在是所有的資金 只有一檔面板股嗎 而且你今天賺了10% 請問一下有嗎 這個是老船長沒有 我都看戲 對 我講過很多次 我不怕開牌 我也不怕預告 因為我是玩真的 那些投顧老師全部都怎麼樣 漲什麼他們拿出來講什麼 永遠不會錯 會員永遠沒有辦法賺錢 你聽得懂嗎 來股票市場本來就是怎麼樣 你要預測 而且本來就有風險 有漲就有漲 沒有漲就沒有漲 這是最真實的 你參加投顧 每一天你的老師在節目上 天天大賺 永遠大賺 怎麼你都輸死了 你就知道那個不是投顧 那不是投顧老師 那是詐騙集團 你聽懂了嗎 有一天你再去工作 123456年還回來的時候 你就了解谷海老船長 跟你講的話 那可能來不及了 明白嗎 好 那現在我再呼籲一次 你們要將所有的股票 還有資金全部轉換成 怎麼樣 面板 你不會操作 你來跟著我 而且面板它會有做壓回 再震盪 你來跟著我操作 事實已經證明 你沒有跟我 你就是沒有全壓嘛 我有講錯話嗎 所以你有參加會員 跟沒有參加會員 你覺得有沒有差 當然有差 對不對 好 你運氣不錯啦 各位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 父親節快到了 這個88專案 你自己好好的把握 因為你利用這個88專案 你可以怎麼樣 來參加我的8月翻倍面板特工隊 沒有跟你開玩笑啦 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長到這裡 才一個月的時間不到 看清楚 小朋友 看清楚 乖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難道我在說瞎話嗎 事實為證 你不可能翻身啦 可是你一天不離開大魔頭 你不可能翻身啦 你只要7月份不是我的會員的 你現在都是很慘 你只要7月份不是我的會員 你現在都是不可能 所有資金只壓了一檔面板 然後今天怎麼樣 數鈔票 別人在等解套 我們在數鈔票 你知道嗎 而這一張 我說過了 很多法人 現在已經把報告打出來了 哇賺翻了 今年明年後年耶 那為什麼可以推到後年 我跟你們講過了 歐洲2025很多國家是不准 燃油車上路耶 你用汽油的車不能上路 你聽得懂嗎 那是天文數字 全面要換電動車耶 那車用的這個面板 會 到時候你看會漲翻天 要不到啊 就像台積電 現在要晶圓代工啊 大家要排隊要搶啊 車用晶片啊 你知道嗎 到時候你看那個窄板 所有進去 就像你看特斯拉車子 全面 包括前面的螢幕 全部都是窄板 都是車用面板 沒有機械的 全部都是面板觸控 那我問你啊 全世界一起來的時候 那優達群創也好 這種世界級的 尤其是光車載面板這一塊 優達是世界第一的 不然人家特斯拉 為什麼要叫他去那邊設廠 你知道特斯拉單下給他 別家不一定下給他 有可能嗎 特斯拉的品質下給優達 別家也要搶優達單啊 我告訴你面板會旺幾年啊 就像這張上面寫旺三年啊 那EPS八塊多 股價二十幾塊 本益比不到三倍啊 所以我跟你們講 你們都怎麼樣 永遠都是那種個性 健而後性 什麼意思 看到了我就相信啊 散戶窮光彈都是這樣 看到了我就相信 來不及了 還有沒有下一隻 神經病 成功的人都是信而後見 先有信念 對不對 當然你要有專業做好功課 你有了這樣的信念 然後你會看見你的成功 所以成功的人跟失敗的人 那個人生觀就差很多啊 像我的節目我敢預告 全國只有我敢啊 誰敢 你去看昨天的節目就好 全國只有我一位啊 為什麼 因為昨天面板整理沒有漲 我居然說明天最快中長紅 而且我說八月就是漲面板 從第一個交易日開始就是漲面板 那我現在告訴你喔 外資目標價看翻倍不是我 我也告訴你我覺得非常的合理喔 我也分析給你聽了 那你今天再不拿起電話來利用這個 八月翻倍面板特工隊 因為我給你八八專案父親節 在看電視節目的很多的父親們 你們很辛苦了 我希望你利用這個專案 跟著老船長我們走正派的 而且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全部重壓才能夠大賺 其他那種叫一百多支股票的老師都假的 你們不要參加那一種 你不一定要來參加我 但是我已經警告你們不要參加那一種 你現在輸得很慘你應該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你利用八八專案來找古海老船長 我平常沒有在推專案的 你們也看得到嘛 我為了你們對不對 這一張我給你看 你甩都不甩我 你今天會不會很後悔 父親節快到了 這我也是 講到我父親喔 當年是意外身亡喔 那我當然很難過 但是我在人世間我就要做一個榜樣 我不能給他丟臉 所以看我的節目是開大門走正路 我的會員今天轉到翻過來 我跟你講我心裡面非常高興 因為裡面有很多都是父親 這也是我獻給他們怎麼樣 提前祝他們父親節快樂 最好的一個表達跟禮物 那當然你正在看我的節目 你是父親們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夠利用這個專案 當然啦你說我不是父親我是媽媽 有些媽媽也是身兼負職對不對 都一樣老船長都展開雙手 離開大魔頭吧 有這麼好的行情 萬一翻倍了 你就發財了 但是你不拿起電話 你不是我的會員 今天就是最好的證明 你有所有資金 全部都重壓一檔面板 今天賺翻天嗎 沒有 就算我開牌 就算我預告 你也不會這麼做 但是我所有的會員 都賺到翻過來 這五秒鐘 也許會改變你的一生 我希望你有智慧 有勇氣 現在開始撥打 88專案 電話瞬間報現 本投資公司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